近日一位女网友爆料称自己是音乐制作人陈令涛的前任 还指责男友与自己恋爱期间劈腿孟美琪 大量的聊天记录放锤 更是暗示了孟美琪似乎是知三当三 根据这位ID名为他们叫我大花妞的网友透露 他发现了陈令涛和孟美琪之间暧昧的聊天记录 还发现了陈令涛和孟美琪一同去酒店去西藏过生日等等 并且通过聊天记录可以看到 陈令涛声称自己和孟美琪说明过自己有女朋友的事实 但是对方并不介意 这样知三当三的行为属实震惊到大家了 据悉孟美琪在创造101C位出道后 不论是音乐影视综艺等方面资源都十分不错 陈令涛是一位音乐制作人给孟美琪单独写过歌 陈令涛在事后发布了长文进行回应 先是表明自己对不起亲友和工作人员 之后还提到了关于遗产分配的事情 这样的回应让不少网友猜测陈令涛难道是寻死 开始交代后事了 其实从个人得失来看 孟美琪在这场风波中受到的影响 显然要比陈令涛大得多 希望她能够正面回应这些事情